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一部泰国的惊悚恐怖电影 美渡沙之吻 里面的刚开始讲述的是四个小孩 他们分别是女主小沙 小伙伴小张,小德小美 他们四个人经常在一块玩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恐怖的传说 相传这里有一个飞头鬼 也叫克拉苏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的头颅和身体就会分离 会到处吸食鲜血 在他们捉迷藏的过程中 小沙遇到了一个克拉苏的头 画面一转很多年过去了 曾经的小孩变成了大人 小德十分喜欢小沙 但是很明显小沙并不喜欢他 小沙是整个村子里的护士 他从一个病人那里得知 村子里出现了克拉苏 晚上在外求学的小张也回来了 小沙紧紧的抱住小张 小德在一旁看着很是伤心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别人的怀里 肯定难受 和小张一块来的 还有一群猎杀克拉苏的人 听到村子里有克拉苏 这群人很兴奋的帮助他们 从猎人的嘴里得知 克拉苏是一种病毒 如果传染给女人 女人就会变成克拉苏 如果传染给男人 男人就会一直痛口下去 直到死亡 有一天小沙再起来之后 突然吐了很多恶心的东西 身上也出现了很多血块 他打听到村子里 昨天一只牛被克拉苏吃了 而小德也加入了猎人的队伍 晚上小沙身体出了问题 然后他就变成了克拉苏 幸亏有猎人们存在 他并没有成功 小张跟随着头颅 却来到了小沙家 他发现小沙竟然是克拉苏 这让小张很害怕 所以他就跑到寺院去求高僧 希望高僧能够帮助他解救小沙 高僧给小张解释 克拉苏一般情况下不会害人 是因为遭受了诅咒 才会变成非头鬼 女的叫做克拉苏 男的叫做克拉航 这两者本来是夫妻 但是后来克拉苏出轨了 最后克拉航把克拉苏杀了 弄出克拉苏的心脏来弥补自己 这种传统被一代代传下来 所以才有了猎杀克拉苏的人 高僧说 被传染的人也不是就等死了 在森林里能够找到一种草 它叫做克拉苏草 吃了它之后能够缓解 于是小张就每天给小沙送鸡吃 有了鸡吃 小沙也不每天出去闹腾了 小张也在极力寻找克拉苏草 有一天小沙把一个女孩传染了 女孩也变成了克拉苏 猎人出现了 把克拉苏杀死 取出了心脏 小张和小沙运气也不错 他们在森林里找到了发光的克拉苏草 但是这种草真的很稀少 两人还准备带回去去种植 但是发现根本不可能 小沙每天吃一个 本来数量就有限 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克拉苏草吃完之后 小张决定带小沙去避避风头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小沙的爸爸非要带小沙来看电影 没想到小沙变成了克拉苏 他的整个样子完全暴露在众人的眼中 这一下子村民们都吓疯了 电影也没看成 人们仓皇的逃走 村民们想要把小沙杀死 但是人家的头飞走了 可是身子还在 村民们就用各种工具戳小沙的身子 而猎人这边也现出了原形 他打算挖走小沙的心脏 幸亏有高僧和小德的帮助 不然小沙就死翘翘了 小德其实还是站在小沙这边的 他早就知道了小沙变成克拉苏 他故意进入猎人的团队 就是为了阻止猎人去伤害小沙 他在团队中不断干扰猎人 小沙才很安全的和小张在一起 为了心爱的女人 小德也是拼了 而高僧的妻子也是中了克拉苏的病毒 当时四个小伙伴在小的时候玩捉迷藏 小沙看到的头颅就是高僧的妻子的 因为有猎人的追赶 他不得不把妻子的头放在了一个箱子里 所以他家附近总是传门闹鬼 最后小德和猎人搏斗都死去了 而小张则抱着伤痕累累的小沙的下身 他们来到了河边 小沙的头颅在河上面飘着 因为下半身已经不成样子了 小沙的头也没有办法回来 即便是街上也不能用了 小沙也面临着死亡 最后小沙飞扬的头颅飘着 深深的亲吻着小张 这时村民来了 把小沙打死了 小张悲痛的哭泣着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张为了自己的女朋友 放弃了自己的恐惧 他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 即便是女朋友变成了克拉苏 他也一点都不介意 反而帮助女朋友度过难关 尽管最后没有成功 但他自己还是尽力了 最后能从他的悲痛中 体会到他的深情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此深知的感情 而小德也是一样的 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和猎人们混在一起 最后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 反而失去了生命 估计他在看到小沙离开的那一刻 他的心里是幸福的 即便他现在随时面对着死亡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